專責小組舉行第五次會議 討論開發郊野公園邊垂 和填平旋灣淡水湖建屋的救賞 現在房協正在研究大南和馬安山郊野公園 兩幅總共40公頃的邊垂土地 用來興建供應房屋 根據政府操略的估算 可以提供7500個單位 小組主席黃遠輝說 小組認同郊野公園是香港珍貴的資產 如果要研究開發的可能性 要非常謹慎 要研究證實土地生態價值 確實比較低 並且依足環境評估等法定程序 還要有非常高的門檻 其中考慮到 究竟利用這塊交易公園的時候 會不會有其他較好的選擇 又或者利用這塊交易公園的時候 究竟可不可以 在生態上做出其他補償 小組估計從開發交野公園邊垂 到建成房屋 最少要15至20年 小組同意明年做公眾諮詢 看看社會知不支持 開發交野公園邊垂土地建屋 至於填平船灣淡水湖建屋的構想 政府評估船灣的生態和交遊價值 比一般交野公園高 而一旦填平 本港的淡水儲存量 將會由4至6個月減少去到3至4個月 預計用這個方法去建屋 需要超過20年 小組認為排序應該在交野公園邊垂地建屋之後 無線電視記者顯示報道 加利和信和置業合組的公司 投得港鐵黃竹坑站二期項目的地皮 策良師估計落成之後 測價可以達到3萬元以上 港鐵黃竹坑站第二期項目開標 由加利和信和置業合組的公司投得 加利就說項目的所處位置 比起第一期優越 項目最高可見樓面接近49.3萬平方呎 提供大約600伙 市船保地價金額大約52億 相當於每平方呎樓面保地價接近10600元 擴進鐵路項目力離保地價尺價的新高 而今次中標的加利和信和置業合組 過去亦都曾經投到港鐵項目 包括於奧運站和坑口站的物業發展項目 無線電視記者洪嘉昇報道 看港股表現 默銀指跌了295點 暴28842點 默銀指葉霍夜市積月升25點 成交2萬多張 航修股市方面 三大指數全線向下 道指方面 暫時跌了20點 暴24269點 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正在訪華的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雙方同意在多個領域加強武實合作 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接見訪華踏入第二天的杜魯多 兩人之後舉行會談 習近平說中間兩國互有優勢 合作潛力巨大 期望兩國在能源資源 金融服務以及航空交通等領域 擴大武實合作 中方願意繼續支持有實力的中國企業 前往加拿大投資 也都歡迎加拿大企業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新華社引述杜魯多回應說 家方自力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礎上 加強兩國經貿、人民交流合作 並在重大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上 保持溝通協調 杜魯多也都在人民大會堂 和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剛見面 中國是加拿大第二大貿易夥伴 杜魯多今次訪華 推進兩國經貿合作是焦點 不過加拿大期望推動兩國開展的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就未見進展 杜魯多早前出席記者會 說定立自由貿易協定符合加拿大利益 但需要制定清晰的框架和條款 強調不急於一時 將會繼續和中方官員協商 他星期三將會轉往廣州 出席財富全球論壇 並且發表演說 無私自視記者王振陽報道 英國和歐盟未能受第一階段脫歐談判 達成協議之後 手上文翠珊據報 約見北外民主統一黨黨魁犯愛寧被拒 但他的計劃在今個星期之內 再去到布魯塞爾和歐盟上談 英國和歐盟禮拜一差不多達成協議的最後一刻 因為北外民主統一黨反對編解方案 斷勾談判作陷僵局 令首相文翠珊相當尷尬 他第二天和到訪的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會面的時候 仍然強調談判有進展 文翠珊同日和多個主要官員會面 他說英國和歐盟已經非常接近達成協議 只是有少量問題未解決 預料他會在今個星期後期 再到布魯塞爾和歐盟協商 不過據報文翠珊原定這一日 計劃邀約北外民主統一黨會面 但黨魁犯愛寧拒絕去首相府 說還有很多問題要處理 現階段未是時候到他出面 首相府發言人之後 說文翠珊會同法哀零通電話談談 歐盟委員會發言人施納斯說 斷勾談判一切要看倫敦 英國斷勾事務大臣戴德偉緊急到國會接受得商 他說各方都有信心 會在今個星期尾之前有正面結果 對於北外邊界問題 他認為最好留在下階段談判才討論 戴德偉強調 政府不會考慮將國家一部份 留在關稅同盟裏面 但就說英國希望未來適用在北外措施 例如貿易等方面都能夠適用於整個英國 無線電視記者阮明出報道 美國加州南部發生聲火 一個消防員受傷 洛杉磯西北邊的山林 當地星期一晚起火 火城風勢迅速抹熱 火牆面積已經增加超過120平方公里 警方說暫時有兩棟建築物被燒毀 超過25萬家庭供電中斷 當局下令附近大概8000戶居民要疏殺 已有27000多人撤走 邀式回來會說下 已分證業公司前董事殺死情婦之後毀屍滅職 無失罪懲判終身監禁 但要借書還書還是托罰本都可以自己搞定 回來會說下這個自助圖書集有幾方便 原請看 2012 2012 33 2014 21